Hello 大家好 我是姜姜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人类大人跟人类孩童 这个新名词 我以前在很久以前看过一本书 那这个书里面是在讲解 人类大人跟人类孩童 那它用什么来判别呢 大概是以你实际年纪去减掉11岁 如果说60岁的人好了 60岁的人 那它如果是人类孩童 大概是60岁减掉11岁 剩下的49年 是它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经验 不代表它灵魂的年龄 懂吗 那如果说是已经是成熟的人类大人呢 比如说60岁好了 它的灵魂也跟着它的年纪成长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会 在它生活周到的所有一切 它都可以圆融的处理好 勇敢的接受自己任何一个层面 如同我 现在练习 就有个老灵魂住在我的身体里面 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人类大人跟人类孩童呢 就是因为昨天跟大家分享 戏中人看戏人 我爸爸妈妈奶奶的故事 对吗 所以呢 只要跟大家讲 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奶奶都是比我年长的人 可是在我练习之后看他们就像人类孩童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看昨天我妈妈在睡念我的时候 其实她是希望我能够帮她说话 帮她主持公道 我奶奶在跟我睡念的时候 也是希望我能够站在我奶奶的角度 去帮她说话 然后帮她主持公道 那我爸爸更可爱了 我传line跟她说 奶奶不想跟我回去 因为她没有看到你来接她 我爸爸隔了许久 还打来问我说那怎么办 那这样怎么办 我还跟我爸说没关系 我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 当她的 当她是人类孩童的时候 她会跟一般孩子一样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小时候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有遇过 类似这样的情况 怎么样情况呢 就是比如说有个孩子 比如说我跟同学也好 我跟他玩一玩 然后玩到最后变我们打起来了 那打起来可能就会有人受伤 然后可能就两个人就会 很 很 那个不开心的去告老师 然后两个人就跑去找老师 老师你看这个A同学他打我 然后A同学就说 老师是他先动手的 你们应该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吧 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 是需要别人来帮他做 评评理这个动作 自己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个状态里面 去解决他眼前碰到的问题 还有人类孩童呢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或是他当他自己犯下错误的时候 他比较不敢去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如果他是人类孩童的话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身边 有没有朋友 就是可能他可能在上班 比如说开会的时候 他自己可能有一些想法 他可能偷偷跟你讲了 那这个想法呢 他就说这样做才是对的 他自己认为这样做才是对 但是后来开会结果报告出来之后 发现他的想法是错的 他可能就不敢 接受他自己的想法是错误 他反而会怪罪别人 不认同他 类似这样子 就是人类孩童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像一般孩子一样 他的不会因为他的身份是老师 或者是他的身份是政客 或者是他是很有钱的生意人 或者是一些将士随便 他的身份不管是多么好听 但不要因为他的身份是这样 你就认为他是人类大人 所以不见得你现在眼前碰到的长辈 他就是老灵魂的长辈 不是 所以只是我昨天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想说今天就用这个影片来跟大家做说明 人类大人跟人类孩童 当你知道你面对的这个人 他是人类孩童时 像我现在有练习过 我看他们 看我爸爸 看我妈妈 看我奶奶 都把他们看成是人类孩童时 我们做大人的怎么会跟小孩计较呢 懂吗 所以我现在发现社会上有很多的人类孩童 所以才会有很多小那种小型的社会事件 比如说你如果你们有看新闻的话 可能有些人是为了排队啊 可能就会有人插队 然后引发了愤怒 然后可能两个人就打起来 有吗 有吧 或者是 可能因为你小小的社会事件 可能有些人是因为老板算错钱 然后引发大怒 然后可能翻桌之类的 我还看过 一个比较夸张的 就可能吃那个鱼 虱目鱼丸汤吗 我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本来上面是写说加汤免费嘛 然后可是老板可能在忙没有听到 他讲了三次 就老板都没有跟他服务好 于是他后来开车去撞那个摊子 就是你会发现 这些人类孩童会做出来的一些 糗事 就是怎么会这样 明明就是一个大人 可是你怎么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是人类孩童 你去看如果60岁减掉11岁 他们不过是多了49年的生活经验 但是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没有成长的 他的作为都跟孩子一般 很幼稚啊 不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啊 不敢承担事情啊 问题来了可能先逃避啊 等到真的逃到不能再逃的时候才来讲这个事情啊 或者是要争到赢 我才是对的 你们都是错的 或者说可能遇到事情自己觉得凹不过了 一哭二闹三上吊 然后一定要别人屈服之类的 就是人类孩童会做的模式 大概就是跟一般小孩子一样 比如小孩子可能到了百货工资或到大卖场 有时候他要买东西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不肯 不是就会在地上又哭又闹吗 我就是要买这个 有没有很像 所以人类你不要看他是大人 你不要看他是生意人 是大老板 或是你看他是老师教授 或是你看他是一个 穿得很斯文的一个上流人物 但是他的灵魂不见得是老灵魂 不见得是人类大人的灵魂 他有可能是存在人类孩童的灵魂在身体里面 所以不要跟那些人类孩童去计较 他们只是多了很多的生活经验 但是这个地方是没有跟上脚步 所以呢 当你可以用比较宽容的心去看待这些人类时候 其实是比较不会有情绪在心里面的 所以今天在这个影片跟大家做小小分享 你自己年纪到了几岁 然后你去减掉 一般还没有练习的人类 其实就是减掉11岁 而且剩下都是你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经验 当然是不代表你的灵魂是跟着年纪在生长 成长对不起 那只有经过这样点滴的练习 你才能知道说 我现在的身体跟我的灵魂是不是达到平衡 就是人类大人的模样 如果是人类大人 其实真的独处也OK 团队精神也OK 圆融的解决所有眼前那个所有问题 还有他可以安于现状 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他可以坦然的接受 比如说我现在是单亲 我可以很坦然接受 我现在是单亲 那我很认真工作 在工作上面 我就在每一个工作的层面 尽量去完成 当下要完成的工作 不会去抱怨太多 那当身边出现很多人类孩童的时候 就会用大人尽量教导孩子的方式去辅佐 引导 尽量圆满这一切身边所有的 所以今天用这小影片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人类大人 什么叫做人类孩童 大概就是你的年纪 减掉11岁 剩下都是多的生活经验 其实你可能都还算是人类孩童 慢慢点滴练习 你将可以在灵魂上面成为人类大人的 I love you 拜拜